纳英一直是备受争议的艺人,但这一次可以说是他被黑的最惨,在等待纳英回应的同时,他选择了逃避,反而是杨坤率先回应,虽然他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没有正面回应刀狼的歌曲《落沙海誓》,但他在博主的帖子下发表了评论,也算是对事件的回应。 该博主发文,一群人成了我最讨厌的人,他们都跑到网上骚扰纳英,殴打杨坤,杨坤,汪峰等人,你不需要喜欢他们的歌,也不需要喜欢这些人,但这种行为真的很烦人,而且当我表达不喜欢这首歌的时候,我就被别人教育了。 说我听不懂这首歌,因为我文化程度不够,如果我不写一篇文章的话,真的是对不起大家,快要停下来了,别绑架下层了,因为你也在骂下层,而那首歌《落沙海誓》可能就是骂你的人。杨坤在下方评论中回应,最后一句话说得很对。 不过,纳英在历经风雨的娱乐圈老将,不是刚入社会的新人,所以她直接无视了这些恶评,带着她的宝贝女儿去日本游玩了,并且似乎还在逛奢侈品店购物。 而当天的纳英虽然看着穿得不怎么样,但据问这条裙子还是高定,可见纳英完全没有受这些恶评影响,但是哪怕大家都知道纳英正在遭遇网报,但似乎并没有人去同情她,因为当初她曾无数次贬低大家喜欢的歌手刀郎, 直言刀郎的歌,没有音乐性,没有审美感,甚至还抵制刀郎上春晚,直言要砸电视机,可见纳英当初有多看不起刀郎,因此现在人家君子报仇,王者归来,也就没有人帮纳英说话了。 围绕刀郎新歌的争议,仍在娱乐圈内持续升温,而媒体、粉丝和评论家们都在对这首歌去进行深度的剖析和猜测,试图探寻其背后的真相。 一首歌掀起千层浪,刀郎注定会载入乐坛史册,对于杨坤回应称,刀郎的新歌骂的就是他,而纳英则是无视恶评,远非日本游玩。 当年,刀郎凭借这一曲《2002年的第一长血》,彻底动摇了内地乐坛,这首苍劲有力的歌曲将刀郎一举推上了当红歌手的宝座。 然而,刀郎的崛起也动了不少人的蛋糕,其中最为针对她的就是当时风头正经的歌后纳英。 纳英,一个来自东北的女孩,有着天赋意领的好嗓子,却也有着无法无天的狗脑袋。 她靠着模仿碰瓷当红歌手苏蕊起家,后来得知了权威教师古建峰的提携,进一步通过和巨星王妃的合作,终于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天后级歌手。 纳英高傲自大,习惯了站在风口浪尖,将内地的乐坛视为自己的后花园。 可就在她洋洋得意之时,刀郎毫无预警地出现了,她的歌声弥补,朴实无华却深入人心,一时间让她成为了纳英心中的眼中钉。 于是,在2002年的音乐风云榜上,当刀郎凭借着第一场雪的热销夺得年度最佳专辑,并在最受欢迎艺人的评选上占据上风时,纳英选择了出手阻挠。 作为评委之一的她提出了要有艺术性的标准,并以刀郎没有系统学习,作品没有内涵为由,否则了她最受欢迎艺人的提名。 不仅如此,在之后的采访中,纳英更是公开批评刀郎的歌,只有农民才听得懂。 纳英的言论无疑是当头一棒,直接打击了刀郎的自信心,深陷舆论漩涡的她,终于在压力下选择暂时退出娱乐圈。 如此直言不会讽刺新人的做法,在当今娱乐圈实属罕见,但对纳英来说,这只不过是冰山一角。 多年来,她傲慢无礼,我行我素的作风,屡屡惹是生非。 比如一次酒会上,她逼迫台湾艺人林志玲喝下了一肚子酒,殊不知林志玲本就酒精过敏,这一杯下肚,林志玲当即出现过敏反应,后被紧急送医。 事后,纳英不但毫无回忆,还在台湾媒体的访问中坦然承认,是自己强迫林志玲喝得酒。 她的理由很简单,在北京,林志玲必须听她的,这种不顾他人感受,我行我素的作风,在多年后的今日终于引火烧身。 当刀郎发布了一首名为《罗沙海誓》的新歌后,歌迷与纳英过去的所作所为,隐约相关。 一时间,舆论将矛头全部指向了纳英。 刀郎的歌迷们群情激愤,纷纷涌入纳英的社交媒体评论区,要求她为多年前对刀郎的批评道歉。 短短几天时间,纳英最新的视频下,便聚集了800多万条评论,刷屏式的围攻令她无处客逃。 面对如此汹涌的舆论压力,纳英的反击看似微弱无力,她的粉丝仅190多万,远远无法与800万的名义相抗衡。 更令她狼狈的是,自己昔日高高在上的作派也被拔了个底朝天,无处藏身。 从碰子苏蕊起家,到凭借王妃成名,再到公开批评刀郎与欺压林志玲,纳英自认清高的作风多年来早已机缘甚深。 而此番事件,只不过是一个导火索,彻底点燃了大家欠藏已久的公愤。 这场风波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,娱乐圈中的明星和公众人物,也终究需要面对公正的娱乐审判,口无遮拦,率性任性,不尊重他人。 这些作派终会被时间证明是错的。 我们希望未来的娱乐圈能有更多怀抱、敬意、兼容、并爆的艺人出现,让这个圈子不再是充满恩怨纠葛,而是成为人们快乐和寄托的天地。 刀狼新歌引发娱乐圈地震,央视六公主也跟着整活了。 在网友们因为多年前,纳英、杨坤、汪峰等人的言论,在网上闹得热火开交之际,一位细心的网友却在此时发现,一直走在吃瓜一线,每天不是在吃瓜,就是在吃瓜路上的六公主也跟着整活了。 一大早就播放了电影《神舟第一刀》,有人说这是刚好歪打正招,但是能说出这句话的人只能说是,你还不懂六公主。 之前六公主就喜欢通过这种方式来暗示,多次热点事件。 播放的电影都是内涵深意的,比如王宝强与马戎,闹离婚期间,六公主就播放的《丘举打官司》,情人节期间放前任三等,各种花式嘲讽内涵拍片,专制各种不服,果然闻人骂人都是不带脏子的。 六公主之所以在这种敏感时期播放《神舟第一刀》,其中难说没有站队挺刀狼的意思。 刀狼新歌罗刹海誓至今热度不减,纳英评论量两周飙升至八百万,为何迟迟不肯出面道歉,而是在第一时间选择问粉丝如何屏蔽骂声,纳英到底在怕什么? 纳英作为一个出道机巅峰,一直火了三十年的女歌手,一路走来可以说是顺风顺水。 如果不是多年前对刀狼的一番言论,恐怕如今也不会背上这八百万的网名,有人为他说话,建议他走法律途径,维护自己的声誉,也有人了解完事情的原委后,让他赶紧道歉求放过。 殊不知,如今事态发展到这样的地步,早已不是他做点什么就能逆改天命的了,刀狼的新歌中并没有提及任何一个人的名字,纳英想走法律途径也没有证据。 而此时道歉,更是坐实了歌中,说的正是自己,不止多年来的清誉与影响力混了,这连对未来的发展也是极其不利的,这次被骂了两周却迟迟没有动作,恐怕那一的公关团队也是前驴即穷了,对于此事,你怎么看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